作为一个摄影博主,难免经常会出去拍拍拍 拍是拍爽的,但电脑硬盘可就受不了了 如今这相机拍张肉,动不动就是几十MB 要不了多久,电脑硬盘就满了 于是,给电脑扩容成为了我不得不考虑的一个事情 为此,也是对市面上的各类硬盘做了一番研究 最后选择了来自西部数据的SN580 对我电脑进行扩容 SN580属于西部数据蓝盘系列产品 这是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等用户打造的一个中单系列 价格更为亲民的同时,在性能上也是有着不俗的表现 也正是因为其不俗的性价比,成为了我扩容的首选 可以看到,整个产品的包装采用了这种蓝白的配色 而在SSD本体上,也是加入了蓝色的贴纸 用户可以非常直观地区分出它的产品定位 西部数据SN580采用的是一个M.2 2280尺寸 这也是目前广为采用的一个规格 相对而言,兼容性也是相当的高 并且SN580采用了这种单面颗粒的设计 这使得它的身形更为鲜薄 这也是我选择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它能够更好地满足笔记本的扩容需求 另外就是SN580它采用了一个低功耗的设计 它对于笔记本来说也是更为友好 毕竟出门在外,序号能多一点,总归也是好的 但别看SN580身形小巧啊 容量方面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它提供了250GB,500GB,1TB和2TB四种容量 那我这次选择的是1TB的容量 只是拿来存照片的话,倒也可以用上一阵了 而除了SN580的小小身形外 另外一个吸引我的,自然是它的读写速度了 它采用了PCIeGIN 4.0接口 支持NVMe 1.4标准 以我这次选择的1TB版本为例啊 理想状况下,顺序读取速度能够高达4150MB每秒 另外,SN580采用的是无缓存设计 但得于N-Catch 4.0技术啊 可以将一部分闪存颗粒作为缓存区域 用于存储一些小文件和频繁访问的数据 那像我们批量存储,读取照片时也会有一个不错的读写速度 不过,性能好不好,还是要看实际表现 所以呢,我们也是对SN580进行的实测 那可以看到,在使用AS SSD Benchmark测试中 SN580的顺序读取速度达到了3514MB每秒 顺序写入速度则是达到了3734MB每秒 而在ATTO基准测试中 读取和写入速度最高都达到了3.88GB每秒 Crystal Disk Mark测试中,读取速度更是达到了4116MB每秒 协入速度则是达到了4081MB每秒 在TX Bench测试中,读取速度达到了4101MB每秒 协入速度是高达4058MB每秒 可以看到,这几个测试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那考虑测试环境等因素 基本上算是符合官方的性能描述了 理论性能这么出色 那实际使用又表现如何呢 这里我们使用FastCobby来模拟日常数据的复制粘贴 测试结果可以看到 SN580的读取、写入、平均速度都达到了将近3900MB每秒 这也是符合官方性能描述的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性能 我们日常在整理素材时也会节省大量的时间 而且不仅仅是在素材整理这方面 实际上有了SSD的加持 我们日常使用PS、AL2处理图片时 也会有一个不小的提速 那比如在处理图片时 缩放也会变得更加流畅 不会卡顿 而ARP量导出时 也会更加的迅速体验更好 从理论测试以及模拟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到 SN580确实是一款性能相当优异的固态硬盘了 像我们日常大批量照片的复制、粘贴、存储 都能轻松应对 不在话下 只是除了快之外 还有一个需求 那就是无稳 那辛辛苦苦拍摄的照片 存在硬盘之中 数据的安全保存 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部分SN580的表现如何呢 不用担心 还是以我选择的1TB版本为例 它提供了高达600TBW的使用寿命 而如果是2TB版本的话 寿命更是高达900TBW 而且作为西部数据这样的大品牌 SN580还提供了5年的有限质保 进一步解决了用途的一些后顾之忧 怎么样 差不多吧 西部数据SN580凭借着出色的性能 稳定可靠的数据存储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照片存储体验 无论是像我们这样用于日常照片的存储 还是作为其他存储所需 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哦 感谢观看